蔡徐坤事件还能翻身吗? 蔡徐坤被狗仔指名道姓爆料与C女士打胎的瓜, 还说是蔡徐坤妈妈让女方打胎, 甚至追踪女方, 甚至有网友爆料蔡徐坤事件还涉及未成年独立刑事案件了。 咱就是说剧本有点眼熟, 近期北京蔡徐坤影视文化工作室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, 难怪回国了也不能发生了。 蔡徐坤方不仅没对狗仔的言论进行报警, 甚至连律师寒都不发, 对于吃瓜群众来说, 是完全相信狗仔爆料了。 这件事不仅被多家蓝威报道, 而且蔡徐坤的所有视频已经在央视频下架了, 羊妈都出手了。 坤坤这事有点大, 有粉丝爆料, 蔡徐坤和工作室马上就会回应, 这回应还有用吗? 错过了公关的黄金24小时, 就算真的没事, 封评也要大打折扣了。 吃瓜网友再次见证顶流的陨落, 不知道小学生们以后还能跳机太美吗?